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吃不完了吧 我拿走了 我们还要吃呢 你就不要吃了 世伯才起来 要吃清淡的 你要多吃一些 来来来 善儿 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 善儿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 我看你体内的毒已经清得差不多了 准备什么时候走 怎么了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比较好 善儿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跟着你们去趟山城 我想看看 你和你娘曾经住过的地方 并且 我要把你娘的灵位 带回李家祠堂 不用了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大哥 爹他是想弥补你而已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在意 是不是 爹 善儿 我知道 你到现在还不肯原谅我 不过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这件事情我们日后在意吧 但目前 我必须要把你们平平安安送到山城 这一点 你就答应我吧 你的伤刚刚好 你还是回京城好好养伤吧 我不想你再因为我 还有我娘而受到任何伤害 我不想欠你的 李兄 不如你就让世伯跟着一起去吧 看得出来世伯 也只是很想补偿你而已 再说了我们全部都在这里 世伯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对啊对啊 山城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应该不用怕的 对吧 好 山城的事情了结了之后 早点回去吧 李兄 莫非你还是为之前的事情发愁啊 哥 如果你有心事的话就说出来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呢 我本来是想借用那个宝藏 来引出杀害我娘的真凶的 但现在证明 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 看来 我要重新再想一个办法了 那你为何不找爹借钱 然后假装寻宝成功那样走回来 那样不就行了吗 这个方法也不错啊 不行 他现在伤刚刚好 我不想让他 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 可是 如果咱们不找世伯帮忙的话 这件事情 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啊 我有办法 你不错自己 难忘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就不用再解释